我现在在北京二环内的史家胡同 我们都知道胡同是北京城的特色之一 而史家胡同在北京城众多的胡同中非常的有名 因为无数的名人作家还有政要都在这条胡同住过 因此史家胡同也有着一条胡同半个中国的美誉 今天我们探访的是华国锋主席的故居 史家胡同的总长度超过700米 东起朝内南小街西到东四南大街 紧挨着王府井南与东西罗胡同相同 北林内务不洁 胡同沿途大大小小的四合院约有80多座 青砖挥瓦初期大门时刻照壁 好的我们已经到了 东城区史家胡同51 53 55号院 这就是华国锋主席的故居 石碑立于2011年6月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门前挂着两个痛红的灯笼 牌匾上写着好园 门前两座石狮子非常的威严 这里以前是一处多近院落 后来被分割成了两个院落 这个大门也作为整个宅子的前门 我们可以看到牌匾上好园两个字 是由邓颖超同志于1984年2月亲笔提写的 再看一下大门的石狮子 踩着绣球的这只是公狮子 与此相对应的这只是母狮子 胸前挂着一个球 张着大嘴非常有气势 他脚下踩着的是小狮子 庭院的内部古朴质养绿树成荫 令人悠然神往 现在的前院就是复联的好园宾馆 在这条幽深的胡同里 青砖灰瓦如意雕窗 红旗大门沧桑石墩 一块砖一片瓦都能映出当年的辉煌 老北京的生活印记和特有的胡同气息 弥漫四周 在它数百年的沧桑岁月中 有无数青史留名的人再次居住 齐白石 徐志摩 胡适 林徽因等人都再次聚会 就连泰戈尔当年也曾到此一游 爱国将领副作义也在这里住 居住过史家胡同的名人还有很多 从过去的史可法 曹坤 赛金花 到徐向前 荣义人 于远光等 正是这些人让这座胡同成为北京胡同中最有名望的一条 总之啊 史家胡同的每一座院落都如同深沉的湖面 看似平静 却有无数的真存等待着我们打捞 接下来一行要带大家到宅子的后门 也就是内务部阶甲44号门 看一看 这内务部阶在明朝时期属黄华坊 叫做勾兰胡同 勾兰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演出场所 在清朝属于湘白旗 乾隆时称勾兰胡同 宣统时称民政部阶 因为民政部就安插在此 因而得名 民国初期称内务部阶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梁石秋故居 位于内务部阶39号 牌匾平安两个字 梁石秋在这里前后共住了20年 第一次从1903年住到1919年 第二次是1934年到1937年 第三次是1946年住到1948年 这座宅子的建筑布局 大致是由外院 里院 后院五个院落组成 属于三进四合院 可惜牌子的下方有人写上了谢绝参观 所以我们就不进去了 老北京人眼中的内务部阶 这条胡同更是卧虎藏龙 随便一座不起眼的四合院里 都可能住着大人物 大家跟着我的脚步快看 刚才走着走着发现这个铁门开了 就在二中对面不起眼的小门里 也就是内务部阶16号 这个地方曾是著名作家李敖的宅子 这个门就是大宅子的后门 可以注意到门口停放着一辆自行车 我觉得这台自行车都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了 有点像以前的26式自行车 看门上写着内务部阶甲44号 华国锋主席故居 这就是整个宅子的后门 可以注意到门上还贴着一副对联 从史家胡同到内务部阶 这里沉淀了数百年的历史 而这些往事无疑都是老北京人的独家记忆 行 那么这个视频一行就先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点赞分享与支持 咱们下个视频见